位在新北市石门洞的木栈步道 地上的木条都已经破损不堪 有了整根木板就直接突出 不但是影响了美观 还容易造成游客跌倒 而驱公所表示 目前损坏的区域已经封闭 等待未来进行修复工程 也请游客不要进入 以避免发生危险 位在新北市石门洞的停车场 除了可以看到有商家摊贩之外 上头还有一整排的木栈道 不过眼前的木栈道 地上的木条都已经破损不堪 有的整根木板就直接突出 不但影响了美观 还容易造成游客一个不小心就会跌倒 因此驱公所也决定要编300多万元 来重新整修 石门洞是石门区这边著名的景点 游客非常多 有很多游客都会在木栈道上面 观景观海 但是木栈道因为年代久远 然后它又是木料 所以有很多损毁破损 那为了怕这个游客危险 所以我们进行整修的工程 那第一期200万我们已经完工了 驱公所表示由于这座木栈道的位置就位在海边 而且也已经建造超过十年之久 因此除了定期保养之外 日前也进行了第一阶段的重新整修工程 而未来还会以200多万元的经费来进行第二阶段的步道修复 那第二期390万我们目前正在招标 那完工以后就可以提供这个游客更好的这个旅游的环境 那目前第二期还没整修的部分 因为还有一些破损的地方 我们也用警示带围起来 那也请游客到那个地方游玩的时候要注意 不要到那个我们这个封闭的区域以免危险 石门洞旁边的步道可以远眺美丽的海景 而且还可以走下海滩 在假日更是有许多游客来此观光 不过目前还有部分的步道 还是呈现破损的情形 驱公所也表示在进行发包之后 就会马上整修 而目前有损坏的步道也已经封锁起来 也请游客不要进入以避免发生危险 记者许端一石门采访我导 感谢观看